就在现在一切法界当前你看得到虚空界啊 你明白那个虚空界是那心中根本的豁达与超越 那就在这个豁达超越之中你才能够各个深入一切法界 所以叫净法界虚空界 你当你明白净法界跟虚空界时 你才把真正的决体真正的法界这个根本 你才能够掌握清楚 那才是真正法界的深意 法界可以现前是法界种种法界 但我们众生说的法界就是一切一切法 一切法之中个别显现的种种作用 种种的担当智德说一切法界 但这一切法界它不是各个别有法界 那各个别有法界那法界就是别各有 那世界都成混乱了 那是你心体之中必定能成就一切法的如是的法界 所以他能成就一切法固 所以他在一切法中黑来成黑的种种法 形成种种黑的界白来他能够成就白的种种作用 成就白的种种法 他也会变成白的种种的界分 似乎就有这种范围 这种氛围 那叫界 他为什么能够清楚成就一切法界 是因为在一个心性之中 根本你不能拿种种法相或法界来亮的这个法界 他本来不是被你用一切法或一切界来亮的 但是你说不被一切法一切界来亮出 你才是真正知道他原来他是能献一切法 能献一切界 他能借一切界 所以这个界你就不能拿任何界来借他 他能成一切法 这个法你就不能说他是哪个法 这个是真法界 但是这个一真法界之中 他献钱的都是什么 献钱的就是一切冤其法界 叫做一切法界 所以你发愿是一定是如是法 一切法界 弟子要尽法界虚空界 你把尽法界虚空界 你才是真正站在大觉性体 站在毗农遮纳体上 能够讲的那个心中的根本的法界亮意 那为什么叫法界亮意 法界亮意不是离开现前的种种一切法 一切一切界一切虚空界 你说有个亮意 而是你能够知道那个虚空不碍于有 虚空界不碍于有法界 有法界不碍于虚空界 虚空界极有法界 有法界极虚空界 你是根本不是说在另外后面 还有一个一阵法界可住 你是在眼前再有再空 你清清楚楚时 我说你住的是一阵法界